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都不知道他们认识 他有一次问我 说你为什么不请指安上枪枪 你知道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我说这人还活着吗 你觉得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这辈子唯一一个人 是你的给我的这种印象 我长期以来当然是慕名已久 但我长期以来认为你是个旧人 死了一样 对 我认为你是周作人同一时代的人 或者跟费明 因为我过去看过的所有周作人的书 都写的是指安编的 加上这个名人特有的韵味 因为我对你没有任何别的背景了解 而且那个书也给我一种陈就感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 我一直留下的印象 他活到今天 那真高寿 您实际上贵更 虚度是53 这是现代人呢 那就正好来 就是来就正好证明说可以像这个您和您类似的朋友证明说这人还活着 还有 就是很多年前有一趟那时候我还没认识您的时候那时候跟香港几个前辈作家董乔先生他们一块吃饭聊天聊着聊着说现在大陆作家大家还喜欢看谁 大家就谈起指安老师那说了说了我们就几年都很好奇问他到底多大 是因为我们的假设是觉得因为是我大概看你的东西是90年代开始那时候 呃你刚刚开始编书大概对吧90年代的时候编了很多书那时候编了还有一些除了周作人之外还编过一些 对费民也编过一些书画集几个不同的作家书画集那都很好看而且我看前面那个序啊什么一直有印象就跟你一样觉得这人呢他就算不是周作人那一代看起来也不像但起码是个民国年间的文艺青年 不晓得这么就活到现在是然后呢呃后来当时是在场一个很懂行的编辑说不是啊你很年轻的啊这就是活早了活晚了 不是这就是属于一类人呐就是人生观异于这个社会的主流这种人我们非常喜欢 我想说这个有一种各种分子有一种叫阶级一级分子阶级一级分子 我听说这听好我这一级分子听好 没错不见得非要在这个主流里美光灯下晃悠啊但是呢读一些故书整理自己喜欢的这个东西 所以啊这个志安老师我首先咱们今天第一回来了自然最感兴趣的就是周作人这个情节 我也是对周作人呢一直是很有兴趣很有兴趣 但是今天我说周作人太广大了咱们聊什么 哎他提到一个就是个对我来说是个挺新鲜的信息 他说啊这个周作人当年被定性成是汉奸嘛 对但是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建国之后很多当代的这个作家呀 包括沈从文就干脆就不写了 包括巴金呢包括什么 矛盾老舍 曹语学生命都结束了 都结束了 偏巧但是这个周作人不同 怎么不同你给我说 周作人这个他得说1949年 比如说他已经是64岁了退休以后了 咱们的年龄到1966年呢是81岁 这个是这段时间他这个按这个稿纸上这么来算啊 翻译400万字写了200万字 我的天哪 而且都是传识之族 你比如说翻译的什么卢吉安诺斯对话集啊 什么欧里皮特斯的悲剧啊 阿里索芬的喜剧啊 还有日本的狂言啊 最有名的真操子古诗记 对 然后写的比如说《智商回想录》 还有这个关于鲁迅的几本书 他这个鲁迅的古家 他当时这本刚出版 日本就翻译成日本了 对 而且呢他有很多作品 当时是在香港发表 对 香港透过文汇报 文汇报和大文汇报发表 那时候海外也都很震撼 就是觉得他写的真好 对 而且是他的 鲁火纯青啊 对鲁火纯青 他真的我觉得他的文学造诣 是到老的时候达到最高峰 但那就非常怪 他的同代作家都完蛋了 那个文学其实已经 但是他是怎么 怎么可能这么来来 但其实是他完蛋了 同代作家都挺 当时都走红 走红 但是文学生命完蛋了 他是人完蛋了 文学生命延续 就说这个 等于说这个创作力量 勃发呀 在建国后 你想这段时间 600万字是一个很大的 而且当时不是电脑手写的 毛笔字 但是他是什么时候 从监狱放出来的 他是49年的1月份 听说他放出来之后 还给这个周恩来 毛主席写过一封信 给周恩来写过一封信 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替他这当年做的 这个分历的事情 做一个便捷 他认为他自己没有错 他认为他没错 他一直是怎么认为 那么到66年1月份的时候 他给那个徐徐写过一封信 他说呢 我这个对这个当年那个作为啊 我并不后悔 不但是后悔没有用 他说呢 主要是我这些 有那么十来年时间 我可以安心的 安静的干我自己的 愿意干的事 我当年想翻译的书 我都翻译出来了 那他当时写这个信 给这个周总理 当时对他的 当政者对他又是什么回复的态度 他就然后写了这封信之后呢 这封信是寄给费明的 然后通过费明交给沈君如 沈君如转上去了 然后呢 肯定是有一个回音 所以他在上海等着这个回音 然后他就到北京了 到北京之后 他就回到他自己家里边 然后他就在家翻译 第二年的一月份 五零年一月份 叶胜桃当时是出版总署的副署长 就跟周建仁一起 就到他家去 就请他翻译书 然后就说 他当时也说不出翻译什么 就是因为他懂古希腊文 懂日文 所以过两天呢 就托人找了一本一所预言 给他 就开始翻译 而且他奇怪的地方就是 那个时候洪的作家 洪的意思就是不用干文 学了 也不大好干了 他这么不红 这个人不红 人被丢到一边去 我刚才还很好奇 我之前问 那时候人人要写应景文章 他没写吗 他很少 就轮不到他 他就让我真的说 跟时代有关文章 是1957年 他在人民日报发表 比如说谈独草 他说这个独草 你怎么这是独草 你得让他看 所以得百花齐放 这实际上是一个右派的言论 可是也没人定他右派 因为他已经不能再定 他已经 他已经 已经做过汉奸了 就 右派都善不吊 最好玩的是 1953年的时候 他法院通知他去 然后法院通知他 判决 剥夺他政治权利 而是中午 最好玩是12点 然后他到那去 他回家做工 其实回家 回家之后 下午就开始继续翻译 他翻译一个新的剧本 他当时正议 欧里皮特斯 他一个新剧本 在当天下午开始翻译 就说这心态还比较怀然 而他晚年的生活 就家里边 他突然得有疫病 很厉害 什么病 就是西斯底里 一译 他那边一本日记记载的 他一本翻译 就等于夫人还闹着 西斯底里 还有这么 而且对整个这一个家庭 都是他一个人扶养 他的生活来源 他是人民币串 每月付他200块钱 预付稿费 他不断交稿子 那边每月付稿费 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 赶上400块钱 自然灾害过了之后 又减成200块钱 这个挺奇怪 因为我有个印象 就是在建国之后 很多作家像老舍 包括沈从文 其实在建国前后 都经历挣扎 他们曾经也是真心真意的 想往上贴 但是过去自己的写作 多年也形成了自己的写法 他就要从他旧的 他们真想变新的来着 但是你像有的都变得快 精神崩溃了 像沈从文的难以适应 最好玩的是珠光浅 他要改造自己思想怎么办 因为思想是由语言决定的 他先学俄语 从这接近马列主义 因为他以前不会 他要通过俄文来改自个的思维方式 你想这个多大的思想改造 多大劲 那时候好些知识分子 我觉得他倒真是到灵魂深处 想改造灵魂 包括周德仁的学生费名 那是一心的要把自己改造 左的要命要写的 而他写的还不给他发表 现在出版的《非兵集》里面有一大部分 都是当时不能发表的非常左的文章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周泽仁当时他写的心态就很有意思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再听这志安老师聊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非兵集》 顶九日古宝 配桃花春去 采如极之水 追关酒精 年份端江 也仅够久 一年前地震害小和谐漏突袭日本 刚开始复苏的日本经济遭遇重挫 一年后日本经济究竟是强势回归或是一蹶不振 直击日本震后经济 口子教特约知财经正前方 星期五凤凰未射中安台 那就刚才咱说的 周作人当时有没有这种新旧思想的挣扎 他对新社会什么态度 他在1949年以后 他在上海一家报纸叫一报 他在一报写了很多文章 一千多篇文章 经常一天写十篇 一天往这寄十篇文章 然后他发表了九百多篇 他实际上跟新政权是在某一地方 他是拥护的 尤其是在妇女问题 他一生他是最关注妇女问题 他认为妇女的问题 就因为妇女有生产 有怀孕 这段时间不能工作 所以必须得靠社会来解决 所以妇女问题解决 最终得出结论 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 他是早在 三十年早就说这事 所以四年以后 新婚姻法他特别支持 他特别支持 写了很多关于新婚姻法文章 所以他对跟那些 包括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他并不完全反对这个事 他是很讨厌这种假读书人 就跟鲁迅这样很像 他反对那种装模作样的读书人 所以在某些地方 比如他主张 他替他自己辩解 最大一个就是道义之事工化 就是说什么意思 就是我做的任何事 这个事 我所宣传的道理 最终要落实为行为 要实在的就是 你不能空谈 你空谈没有用 所以他要讲 我要干了什么事 而不是在于我说什么话 那么这个事情 他也跟四年以后 当时觉得好多知识分子 这个光说空话 也有一致之处 所以在那个 有一段是磨合时期 其实可以认为 这是他总的一报写文章的时候 所以他是跟这个新政权 并不完全反对 他是更比较起来 他是更恨蒋介石 他非常反国民党 是吗 他反 他为什么反国民党 因为包括这个从抗战以来 国民党比方说不抗战 比方说一直跟日本人这么退让 等等 他都反对 包括从 要说从照往前追 比方说包括27年的 这个大革命失败 他这时候已经发表 很多言论反对国民党 其实大家都忘了一点 书座人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老人 他是个新青年 他是个新青年 他是五次新青年 他跟他们两兄弟 都是新人类 你看他早年写的那些东西 他其实是个非常的大胆 洋派 然后对当时的中国的旧一套 有很多的批评反省的人 他是文章写的 这个很闲适 大家觉得他好像是专门光喝茶 像光潮人 其实他的思想里边有特别新的东西 他主张所有的道德都得重新检验 看他对和不对 没错 甚至我还在您编的书里看到过周作人 这么一句话当年 他说 其实科学也是很道德的 对 这个话很惊世骇俗 对 就是主张用科学的真知来理清一切 来理清一切 而且他这个比方说举个例子气节这个东西 他觉得这东西是个假的东西 他就没有 他们就是这时候他们不存在妇女问题 三十年代的初 他就开始就对这个气节加以讨论 他说这东西是个虚的东西 你光讲气节 你不准备打仗 你怎么办 结果到最后呢 他就被谴责 没有气节 没有气节 而且你看他以前他从一开始那时候他倡导明人的文学 明代 晚明小品 其实这里面一直包括什么 他对明派明朝的性灵文学的推崇 他喜欢李卓武 他其实骨子里 他的兴趣爱好思想都是一个颠覆儒家传统的 他非常反儒家传统的一个状态 他学这个古希腊文 是吧 他是不是有一种企图 就觉得想用这个古希腊发源的这种 他所谓认为很健康的这种西方文明的源头 甚至于包括日本文化 来这个改良中国的文化 你觉得他有这么一个企图吗 他们当代人 他们的代人都有这个改造国民性 这么一个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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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怎么说一个宏愿 但是能不能改 其实事实证明国民性是一点也改不了 是不是 他也承认这个 所以他这边有矛盾 他一方面讲叫道义之事工化 刚才说了 具体要把这个行为 言论要落实于行为 他一般又说教训之无用 说的话是没有用的 所以这个他思想里面有一个矛盾 矛盾 当他偏向于这个道义之事工化的时候 他就要做一些实事 当他要偏向于这个教训之无用的时候 他又对于整个的世界 又抱着一个很悲观的态度 那其实这个想起来让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联想 就等于在建国之后啊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这种轰轰烈烈的这个社会运动当中 他好像相对还能躲在一个书房里 写他的书 不是他躲的是给他派到这去了 因为他已经在这个整个这个边缘以外 我觉得当时有一个五十年代 我就有一件事是咱们现在重视不够 就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这件事我觉得是个特别大的事 这事使得很多人改了之后 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包括金月林 包括等等 这多的是 但是中国人不在这思想改造的对象 改造都轮不到他 他已经是坏人 他已经是坏人 已经是汉奸 无可改造 所以呢怎么办呢 就是让他翻译 因为他懂古希腊文 懂日文 所以你就去翻译这个 这个古希腊的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 这在当时肯定不是最主要的事 对 也是个点缀的事 我可以这么说 但是现在回头看 可能这些都是有最有成就的 那时候最有成就的 那你有受到什么政治运动的冲击吗 他 他只是接到那 就是他们接到那派出所 人有时候找他谈话 然后罗旭 这时候呢 他就给作协写个报告 作协就来人就告诉你 接到人这派出所 你别再 别再 别再干预他 但是我怎么听说 就说好像 还是我记错了 我听说他死 是挺 文革是所有人 到66年时候是 大家无可逃于天地之降 就到66年以前 他的生活应该是 很不坏 而且什么运动也不涉及他 但是他从60年代 他就发表作品在国内就比较少了 不是因为针对他 是因为当时整个气氛 千万不要忘记这些斗争 什么他这种东西就比较 但是他还能出书 他出了他49年以后出了很多书 他书书署名叫周启明 这个启明是他的字 以字形 这是古代 启明不是他随便起个名 这是他对他字起名 等于张仲邢啊 真名就出来了 这就是真的 启迅还真 这就等于是 这就是好多人用这个字嘛 所以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 对他有什么 就是太大的限制 对 所以他呢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就那个年代 你就算连要改造 要去写印井文章 就算是讲拍马屁吧 都轮不到他 就拍马屁还得论姿排 被轮不到你 结果反而成就他了 所以他刚才我说 那他给徐徐写这封信 就说的就特别好 他说我后悔没有用 但是我有这么一段时间 我把一生想做的事都做了 这其中有一最重要的事 就是他翻译这个 卢吉安朗斯对话集 这个书呢 他别的书都是文学价值 这个书有一个思想价值 卢吉安朗斯是个什么人呢 是个非圣无法的人 对 这人就是抽作人 对 他自己通过翻译这个书 把自己的思想完整的总结出 个人字况 对 他所以我觉得 这书一个叫 知堂晚年定论 等于 等于这什么 等于陈寅确写这个 这个 刘世别传 当时这两部书 差不多是同时 前后脚诞生 这两部书 我觉得是当时 那个时代的一个艺术 借着研究别的题目 实际表明自己的心悸 就我想什么 都在这么有数题 所以他晚年 他最后写遗嘱 他说于一生文字文字无足称道 为慕年所义的这个希腊对话 是五十年来心愿 使者当自之之 那这书 回去我得看吧 买了还没看呢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广西 中国人工林和经济林 种植面积最大的省份 庞大的林下循环经济体系 如何带动林业健康发展 在经济效益与种植之间 人们如何抉择 探寻中国北部湾绿色屏障发展之路 绿色森林的背后是无限商机还是危机重重 探寻广西的林业发展路 大地寻梦 又见大森林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格力变频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最低功率只需四十五瓦 让杰农舒适一路零线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为柴动力凤凤凰大事也 历史一世班禅大师坐床十七年来 刻苦修行举止庄严 爱国爱教 以待藏传佛教大活佛的风范 凤凰卫视历史两年贴身记录 独家特别奉献 第十一世班禅尔尔德尼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但是关于他这晚年传奇呢 老是说受则多辱 这么一句话 周德仁直到66年 他受则多辱 文化大概能开始的 可是那时候你不受也多辱 全国人民都受辱 所以他也不负 但是确实他活太长了 应该说 因为他其实只活了82岁 可是他生那年是什么 是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到文革 你说这得多事 你想想 你这么看 鲁迅是不是给气死的 这么说他们家是有长寿史的 鲁迅要好好活着 他弟弟活得还长 他弟周建然活90多岁呢 哎呦 你看看 你说鲁迅这么天天寿命 到哪去了 鲁迅费病 他爸爸死的 他爸爸才活了30多岁 他妈活得上 可是鲁迅呢 也不能这么讲 为什么 因为也很多人会觉得鲁迅还好没活那么长 对啊 没错 那你要是过了49年鲁迅怎么办 鲁迅活到37年就有点麻烦了 对啊 是 37年你说鲁迅上哪去呢 对啊 鲁迅这种人 他比起 他的遭遇比谁都会更惨 到后来 他这种性格 你现在提起这个话题 你认为这兄弟俩的恩怨呢 是怎么回事 他到晚年对他哥哥怎么看 他呢是这样 他首先唯有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兄弟诗和这件事情 他是耿耿于怀 到死都耿耿于怀 他说我对得起他 他说我对得起他 我已经给他写了那么多东西 我对得起他了 他说这事儿 人只有人的力量 我怎么办呢 这是他写的 但是他在把他晚年 他困难三言资源加害 他把他日记啊 卖一个录音播馆了 他把这有一天的日记 剪掉一行 这是他们家的家事 那个秘密 你这方面的消息到底是什么 咱听说的不是八墙角 对说来话长 这个事得 对对对对 卖一个关子 对卖一个关子 但是这事我现在跟你说 这事首先在这 肯定不是经济问题 不是经济问题 因为为什么经济问题 你咱们举我举例 咱别忘了院里住着一个人 他妈 对 他妈可是在这个 旧式家族权力可挺大 你看鲁迅找朱安 朱安是朱儒啊 这愣他妈让他找的 他都都接受 如果是仅仅是经济纠纷 他妈说你 你俩和好吧 他敢不听吗 朱安是朱儒啊 朱安是朱儒 鲁迅才多高个 鲁迅嫌朱安个儿啊 哎呦 你想想 你这真是观察入围 不是你想想这事吧 然后他妈不所不干预这事 你想这就一定是 他妈干预不了的事 我只是举这么一个 反正是经济问题 我只是举这么一个反正 就是 就是这事情一定是一个 你虽然是什么事呢 我只能说他不是什么事 知道吗 不是什么 但是是媳妇的事吗 不是 不管是什么事吧 不管是什么事 是一个 这个 作为旧式家庭 不能容忍的事 而且也不能干预的事 而且不能言说的事 啊 对吧 那到后来鲁迅 对周作人呢 又是什么感情呢 鲁迅对周作人 比如说 我就举一个例子 就是在25年的时候 周作人 北洋军阀开始通知人 26 第一个 周作人突然去通知鲁迅 赶紧跑 还有这事 然后到了27年时候 鲁迅还给人写信 说让周作人赶紧谈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段文明写事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